NE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BLO 今天要來看除了其對上法蘭克的對決 這場比賽是四湖 這張圖比較特別 一開始是有很大量的魚 都在地圖的四周角落 這邊有鮭魚群跟食人魚群 鮭魚群看起來很肥美 順帶一體 有對CD國部守的玩家們 看到這個海濱魚群跟這個鮭魚群 還有這個食人魚群 他們的採集食物量是不同的 魚群越大採集食物的速度就越快 反而越小的話採集的速度就越慢 同理之 如果你可以拿到很多的地圖的魚群的話 那這邊的話食物就不愁吃穿了 吃魚就吃飽了 整場都吃撒西米都沒問題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土耳其 稍微簡單介紹這個問題 土耳其的話火藥單位生命值會加25% 而且研究火藥科技費用減50% 而且化學還是免費的 再來就是他的金礦弓 採金礦的時候速度加20% 所以他是一個需要黃金才可以活下去的文明 因為他是沒有擊兵跟戰矛可以出的 所以說他會比較難受一點 因為他連重裝長槍兵都沒有 戰矛兵也沒有辦法升級 所以他打垃圾兵是完全死路一條的 所以他才給他這個能力 挖金加20%的速度的一個效果 所以算是補正了他不能出垃圾兵的一個遺憾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們遇到土耳其玩家的話 一定要非常針對他的金礦 基本上你只要針對他的金礦 他沒法挖金 基本上你這場遊戲就贏一半了 好 再來特別講一下這個肉馬 他的肉馬呢 是遠程防禦會加1的 因為他本身已經沒有 重裝長槍兵跟戰矛的關係 所以他肉馬可以升級到最強 就工房都是滿的 但是就是 沒有擊兵跟戰矛的關係 所以會給他一個遠防的效果 所以土耳其他打肉馬騷擾戰的時候 也是滿強的 而且他是免費升級的 所以他土耳其這個文明 到帝王時代 出這個肉馬是滿重要的 我覺得這是滿關鍵的一件事情 你可以打馬弓或是火槍 或是駱駝也可以 這個肉馬是一定要出的 那如果你出肉馬的話 就要出這個寶兵 土耳其火槍兵 或者是馬弓來cover一下 這些肉馬會比較好 所以土耳其的打法算是比較固定 沒有太大的特別之處 但是非常難打 因為土耳其人如果他打火槍兵的話 你出戰矛跟強弩 才有可能勉強打而已 那你出其他單位很容易 就被馮澤一直bounce 然後bounce到後面就沒資源 所以這個土耳其的戰術 算是比較單純 但是也比較好針對一點 好 那來看一下法蘭克 法蘭克的話大家應該是最熟悉的文明 吃果樹有加成速度 所以吃果樹也是蠻快的 那他的撒田的話也算是有加成的 因為他的農田是免費的 農田科技是免費升級 所以他在食物獲取上 算是比較有優勢一點的一個文明 那再來就是 法蘭克人他沒有三級色 所以他的戰矛跟弓兵比較弱一點 那但是他有游侠 游侠就是192游侠 大家都說了 192游侠就是指他的血量 可以到這個遊戲裡面血量最多的游侠 算是非常猛 但是就算不出強弩跟戰矛 他還有這個指腐兵 那指腐兵的話威力也是蠻猛的 打這個步兵啊 或是打垃圾兵 都是蠻好用的 好 那法蘭克我們就不多介紹 那最後再講一個 就是他的城堡比較便宜 所以法蘭克打騎士城堡推 算是一個蠻強的戰術 但是能不能打起來也是個問題 好那我們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看兩邊怎麼打 好那這邊 土耳其是一個正常開局 是有吃 吃魚的 這裡是有出魚船的 但是法蘭克這邊卻沒有蓋魚港 哇這個蠻奇怪的 四湖這張地圖來說的話 一定要蓋魚港 不過蓋魚港的話 前期很容易輸喔 那為什麼吃魚會比較容易的原因 是因為你們只要想 TC大家都是固定只有一個 那一個TC的形容上 村民就是有限的 村民是可以產經濟的單位 但是你蓋魚港的話 欸這個雖然不是村民喔 但是這個魚港 可以到這個魚船 然後可以採這個魚喔 又可以增加經濟阿 所以就是說 你本身如果有蓋魚港的話 那你的經濟就會比對手好上一倍喔 尤其在遊牧這張地圖裡面 遊海遊牧裡 這個魚港更是重要 基本上是一開始就要蓋 那大概四五這張圖 怎麼說呢 魚港也是要提早蓋的 就是不能太慢蓋 那除了在自己家蓋這個魚港之外 也要去探查一下對手去蓋魚港 然後也要適時的去拉村民 去蓋對手去蓋魚港 像法蘭克這樣子 已經繞了一村過來 偷偷蓋魚港 然後來造這個火蒙桶 再來騷擾魚船 那這邊兔其也看到了 趕快出這個火蒙桶來反制 那通常喔 這個封建時代只會出 四到五隻的魚船 那六隻可能有點太多 那通常這個配置來說的話 你如果後續要出火蒙桶 或是要去對方蓋魚港 或是升級上都會有點困難 最好是不要出太多 有時候可能出太多的話 導致沒有木頭出這個火蒙桶 或是去對方蓋魚港的動作 是比較困難一點的 所以一開始第一個這個斧 也不要造太多魚船 最多我就五個就可以了 因為你們要想這個魚 吃完也就這樣子 這些魚吃完就沒有魚了 你還是要蓋自己蓋魚網 所以優勢在五到六個魚船 魚船就是差不多的 但是法蘭克這邊蠻心機的啊 居然把火蒙桶搶在這裡面了 但是這邊 富爾奇 在這邊又圍了起來 然後在這邊都蓋了一個碼頭 但是這邊已經有準備好這個木槍 要來防守 那這邊法蘭克其實算打蠻兇的喔 這個肉馬出了三隻 加上原本的一隻 不只三隻喔 四隻了 但是土耳西也是用肉馬 以牙還牙 但是我覺得這個肉馬 可以不用在家裡防守 這邊直接被送掉一隻有點虧 但是這邊常常沒有收到幾下 這邊肉馬的話 我覺得還是要趕快去法蘭克家裡 比較好 因為畢竟你把戰場拖到對方家裡 還是比較好一點 可能會被追殺 而且收容可能比較不多 那如果你要把兵往外派的話 那家裡常常兵就多安一點 然後把自己家稍微圍死一下 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這邊火蒙頭 出來一燒 然後被解決掉了 那魚船被換掉一燒了 現在剩下四燒魚船 這邊火蒙頭再繼續出 這邊還出了一招自爆船 哇土耳其這麼捨身蓋魚港 欸左邊也蓋了一個魚港 這就是我說的 就是魚船不要蓋太多 那你要趕快去蓋其他的魚港 不然你沒有那麼多木頭 可以去蓋其他的魚港 反正其他的斧的話 就有點浪費掉了 這個資源經濟量是蠻重要的 好看起來兩邊不會打什麼東西的感覺 我們先加速一下 這場比賽我只有看到結尾 我看這場比賽最後是 快要將近一個小時 所以我們稍微加速一下 不要讓這個影片嫌變太長 好 我們可能出到第三台後來決戰了嗎 來看一下決戰的畫面 會是怎麼打的 好這邊肉馬出來打這個 踩路的村民 結果沒有打到什麼東西 欸這個炸一下 砰 哇這個炸的好 這個大人不錯 基本上這一波交換 土耳其是稍微有點優勢 而且這一燒船就算沒燒掉啊 什麼鬼 哎呀有點虧有點虧 土耳其這邊有點小賺 而且這邊剛剛法蘭克 打這些打獵的村民 也沒殺到任何一村 基本上也回去了 那這邊算是土耳其的防守 完全的勝利 欸這個火蒙頭出的來嗎 好像出的來喔 欸出來 但這邊也有一艘 碼頭 蓋了新的火蒙桶出來 直接擠掉 好那山上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了 那這邊漁港的話 可以再繼續出一點漁船 但是我覺得漁船 盡量不要到八隻以上比較好 十隻可能就極限了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出到六隻啦 六個漁船就好了 那其他的地方趕快再蓋漁港 然後再繼續出 六到八隻我覺得算極限了 十隻真的是有點太多 好那這邊法蘭克依舊在用弱瑪再防守 但是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 好兩邊都點下城堡時代之後 法蘭克點下了一級弓 那兩邊都是點一級木一級農田做一個開局 但是以食物量來說 目前有蠻大的優勢在 食物可能會飆得蠻快的 好那把它在家裡圍起來一下 那看起來圖爾奇可以打算開農一波是沒問題 哇太無情了吧 圖爾奇直接拿四個漁港 四個虎都給他拿下來 哇真的是拿四虎 欸這邊直接把碼頭蓋在你臉上 好那這邊 法蘭克幹到對手 欸漁港直接蓋在旁邊 但是還是先按照一下漁船 才要來蓋這個火蒙頭吧 但是圖爾奇是直接按下火蒙頭 沒有按下漁船 確實蓋在敵人家的漁港的話 一定要先出這個冰喔 必須騷擾漁船 哇這個法蘭克馬出的有點多啊 喔馬加騎士的量有點多 但是這邊圖爾奇是打一個馬公開局 因為這邊圖爾奇是沒有挖石頭的 沒有挖石頭就不能造火槍兵喔 所以這個會有點稍微的 比較麻煩一點 但我覺得這個情況打這個 火槍兵是蠻強的 因為火槍兵打這個騎士很痛 好這邊肉馬大部分過來尻 哇尻死了蠻多單位的 但是這邊有在圍起來 神經病肉馬的話應該是基本上跑掉的 但這命是個問題喔 這命越來越多騎士來砍建築了 那肉馬順利收掉 村民有再損失更多 兩方的村民喔 被殺的都蠻多的 但是圖爾奇只被殺了兩個村 但是法蘭克是被殺了六村啊 哎呀 有沒有更正一下 法蘭克是殺了六村 圖爾奇 圖爾奇只殺了兩村而已 好這邊漏一些肉馬 結果來拆這個 法蘭克的漁港 哇太狠了吧 圖爾奇 直接四湖拿下 好那大量的馬功過來 成型之後 打這個騎兵 傷害就很高了 只要兩 集火 兩下 就可以受掉一隻騎士喔 效果力非常非常高 但是這邊直接硬貼上的話 還是有點難打 可以嗎 這邊騎士要送光了嗎 但是這邊馬功死傷慘送 因為這裡的馬功沒有點血桶 是不是我就知道 哎呀 通常馬功倒這麼快喔 被騎士可以被反打的情況下 一定是沒有點血桶 這個血桶對這個馬功來說 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你又沒有長槍兵可以做的時候 你有這個洞裝搶上兵可以擋的時候 這個血量又是更重要的 因為你只能靠 靠記得馬功或是落馬去擋那個騎士的傷害 基本上不太可能 再去出垃圾兵去防守 這個出垃圾兵最大路你就這樣 哎呀 這裡居然繞進來了 我的天 哇你就這樣直接A進來 太兇狠了 哇直接在TP下護色 還是馬功的數量很少 只剩下大概不到十隻的量 但是這邊騎士依舊在追 但是騎士的量還蠻多的 還有六隻 哇六隻再度過來在砍村民 哇法蘭克殺村數量 已經高達了十九村 二十村 哇 是土耳其的十倍啊 哇這一波下來 土耳其看起來是有點涼涼了 砍村民數 目前還是土耳其的領先 分數上來說的話 土耳其還領先快到一千分 因為這個漁港給的分數實在是太高了 賺到的這個肉量支援 算是蠻多的 機器這邊收村的話 還是有足夠的食物可以出村民 但我覺得現在重點不是村民 重點是要趕快出一些落村 或是再繼續把這個馬功量去起來 但是現在這邊要去起來好像有點困難 趕快再把這個洞補起來比較好 不然這個騎士進來直到還是蠻難受的 雖然現在法蘭克的騎士血量是121 並沒有特別多 只是點了一般品種的一個騎士而已 那這邊如果反駁點一下之後 蠻抗這個箭矢的 那這邊量慢慢帶回來之後 應該可以再繼續打了 但是這個血統還是要找個機會點 但這邊點血統前提下是馬功不斷 馬功不斷 然後有機會再去點血統會比較好 因為馬功現在是他的主力部隊 只要一斷馬功的話基本上就GG了 好那法蘭克這邊轉出了一些奴炮 又來反制一下馬功 那有奴炮之後的話騎士會輕易的話 輕易的在前面喔 用這個騎士來直接砍進毒喔 砍這個破口 所以這個奴炮是這個當務之前 這個 不過騎要總去解這個奴炮就是個大問題 而且這邊還出了充車啦 哇太狠了 法蘭克現在也壓力非常非常大 3TC才剛開出來而已 那村民宿目前落後21村 法蘭克經濟上烏田廠 花了蠻多的經濟在出軍事三位 但這邊有點在存肉了喔 感覺是要來上帝王時代了 但沒有挖石頭 石頭比較晚挖一點 所以導致這邊前線插寶的時機會比較慢一點 那這邊投車就比較可以進行的輸出 而且這兩個TC也沒拆到有點虧 不過找點挖石頭的話這邊直接壓個寶 直接雙TC就爆開了 好那這邊給壓力很大 三台充車還有三台奴武炮 好那這邊看一下 頭車應該快出來了 欸頭車居然沒按 沒有木頭 很窮很窮 原來這邊馬弓按太多喔 現在是四個射箭場 再出這個馬弓 喔五個射箭場 這麼多 對這個馬弓量有點多 但是還是要處理一台投車來拆這個奴炮 跟這個沖車比較好 因為馬弓是沒辦法處理沖車的 因為怎麼打都是一滴血 好投車出來了 喔終於有一台了 一台投車來看看他砸得如何 應該要先優先打這個奴炮 奴炮砸下去 唉唷 倒了 欸這邊直接回頭喔 啊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回頭啦 因為反而克絕技點下帝王時代喔 只要跟對手硬打比較好 然後在這邊順利的擊退了法蘭克進攻 夏里再把這個城堡往外推了出去 好 那看起來沒什麼太大問題 不過其實這邊經濟雖然有點慘喔 但是法蘭克帝王時代也點了一段時間 可能會打出一個時代差距喔 就要變成城堡打帝王了 但這邊的食物感覺還是可以勉強追得上 但可能要先停一下科技比較好 要趕快點到這個帝王時代比較好 不然這邊點太多科技 肉一直在消耗的話 就越來越難點了 時代就會越差越遠 好 那以上帝王時代 法蘭克點下了三級 法蘭克跟這個重裝騎士的升級 好馬公過來想要來騷擾這邊墓區 但是已經被法蘭克看在眼裡了 那目前圖爾奇是拿到四個湖的一個資源量 哇 那這邊漁船出的可能有點多 但是圖爾奇還是蠻需要肉的 因為這個重裝常用地的升級也是需要肉的 那工坊喔 馬的工坊或是馬公的工坊也是需要肉 還有這個化學喔 雖然化人也是免費的 好 看一下目前沒有什麼太大 這邊就是你對我跑不太可能會打出一個東西 欸欸欸欸 不好意思 這邊剛剛不小心按到奇怪的東西了 它出來有點跳掉 好 再回來看一下這邊 這邊一路追回家 哇 這個是一個 凡克領地一日友 繞了一圈又回來了 好 這邊大量村民收村 欸 這邊看一下 欸 這邊蓋城堡被抓包 但是這邊後面還是很多席在追 但是上面是高打滴 高打滴對這個騎士的傷害還是蠻痛的 而且這裡還有城堡在幫忙射 但是這裡 馬公死傷非常快速 因為你的品種還是沒點啦 我的天 你都出到這麼多隻了 該點一下這個品種了吧 哇 我完全是忘記要你點品種 雖然就是他沒有蓋買 所以我一直點不出來 這才是最有可能的 我看他是沒馬祝喔 他真的沒馬祝阿 我的天 難怪這個品種一直沒點了 好 該地王斯大利 該點個馬祝出來 點個品種了吧 好 那如果點下跑速跟品種的話 這個馬公就會更強 才不會一直被貼著打 好 馬公點下了三級射 7加4 重抓馬公 傷害最高了 那點下安息人戰術之後 遠防會再加2 近防會再加1 好 塔良落馬過來要騷擾 直接要吃掉了嗎 好 看他最終魚船是點幾個 魚船是點了12卡 哇 這真的是有點太多了 好 那右邊的話 靠了一隻騎士 順利的把右邊的魚港給解決掉 那右邊的話 他可能要自滴一下這個魚船 因為現在魚船也不是重點 現在重點是要怎麼 去把這個冰量給海起來 不然太多魚船的話 自己的冰 就會被人口打住 人口上面就是200而已 魚船的分配數量也是蠻重要的 好 中間這一波 馬攻給的傷害很大 哇 直接集火一隻 看起來是可以秒殺這個騎士 那這個騎士的話 要趕快再找到時間 去點這個遊俠 不然法蘭克沒有點到遊俠的話 這個重裝騎士 並沒有太顯眼 喔 這個B型 喔 賭箭矢 很細節 直接又跑掉了 好 那這邊可能法蘭克要先後撤一下 等待時機 先農一下 因為法蘭克這邊經濟上來說 是沒有那麼好的 因為太前期的時候 已經有落後20村左右的時間 那到地龍時代村民也沒有一直出 到116就停了 所以這邊經濟量可能會有點稍微的 不太夠 但是打到更後面一點的話 法蘭克經濟可能就會反超 說不定 但我覺得反超有點困難 畢竟土耳其這邊挖金的數量很多 村民上經濟上來說 都是比法蘭克更有一點 你們看這邊船喔 魚都是 土耳其的魚船 吃這個魚 吃了大半輩子 吃了好幾個世紀喔 所以這邊 土耳其 才點下這個三級末 所以這個經濟上來說 感覺是 法蘭克略輸一點 但沒有輸太多 因為本身有這個三級農田的加成 所以肉量來說還是可以出得起遊俠 只是要在農下這個經濟會比較好一點 好 右邊看一下這邊有一隻旗子在騷擾 但沒問題 左邊還補了一個城堡 要來盧補這個金礦雪 正面來說的話 遊俠來打會蠻猛的 但是這邊有點缺金喔 因為遊俠是很吃金的 而且 挺遊俠 這麼發費也是蠻重的 好 這邊遊俠32隻 直接要來印上馬弓 54隻喔 但這邊看起來要包抄有點困難 馬弓直接撤退 而且這個馬弓重點下血量了 哇這個血量100滴的馬弓 非常非常多 這個是全遊戲一面 馬弓最多血量的文明 血量100滴啊 越南的馬弓是只有92滴的 差8滴左右 那算是 算是蠻特別的喔 除了其 很明顯是個火槍文明 卻馬弓也蠻強的 這是一個色色文明 非常會色色的那種 那法蘭克這邊已經有非常大量的遊俠 但這邊還在補一下這個 馬舊 不是補馬舊 補軍銀 要來出這個大擊兵 出擊兵來出這個馬弓喔 這也是蠻有想法的 因為你的擊兵是要追得到前提一下喔 才可以戳到這個馬弓的 雖然馬弓也是蠻怕擊兵的 但這個安息人戰術 對長槍兵是有加持傷害 印象中沒錯的話 我記得他對步兵有這個額外傷害 好像是只有對擊兵吧 對一般步兵好像是沒有 好來看一下 大家來看一下這個傷害 就可以看得出來 到底有沒有額外傷害 好 看一下這個板甲 三級板甲一點下 三級板甲一點下之後 這個擊兵傷害 跟防弧率 就會突飛猛攻擊了 唉唷看起來是有的耶 哇這眼下很痛耶 好要來打正面了 舞台巨頭直接硬拆大量的 遊俠直接上去頂 但弱頭雖然不夠多 弱頭的話直接在前面扛 但是後面指定過來 說不定一下弱頭就一身倒地 但是後面有一些肉馬在發呆 這邊看起來肉馬好像拼不住 哇直接全倒了 但是重裝馬弓只能逼到後退 前線的話大量的巨頭被拆光了 遊俠跟弱馬還能再繼續往前嗎 雖然這邊繼續往前喔 更多的弱頭已經跟了上來 但是前面有很多的大擊兵 直接捅了上去 這邊弱頭只能先行撤退 但是左邊的話 重裝馬弓再順利收掉幾隻弱馬跟遊俠 但是這邊已經分兩隊了 有點危險 看要不要再會合一下 但是這邊我覺得法蘭克 他又出這個擊兵出得非常好 他這個擊兵可以戳 又可以戳這個重裝弓兵 重裝馬弓 好那這邊大量弱馬直接上來硬 砍這邊的馬弓 然後弱頭直接上來硬拆 遊俠跟擊兵 但是損失一點慘重 因為三防還沒好 雖然這個擊兵有了三防無所謂 但是沒有三防的話 被遊俠跟弱馬打的弱頭還是會痛的 然後等一下二防 目前出了一些的經濟量其實非常非常好的 一千四百多 還有黃金 黃金已經全部挖乾了 但是法蘭克這邊也是 當然這邊出了一些大弱馬 要來去做殺了 那這邊的話是最後的法蘭克最後一塊救命金了 好這邊裹一下 下了一個縫隙 來反擊一下法蘭克的騎軍追擊 好那這邊繞了幾隻村民 可能是要護衣送掉的 因為這裡人口只有兩百而已 送一些村民去轉換一下軍隊 讓自己的軍隊上力上限更高一點 但是這邊土耳其率先的擺黃金全部挖完了 我覺得有點太過魯莽嗎 因為這張圖 沒黃金的話 基本上就是宣派土耳其死亡 所以土耳其有個時間壓力在 他可能是想要趕快把這一層打 所以先把黃金打花完 然後想要打一波 一波打完的話 才有可能卡得贏喔 不然時間越出越久 所以土耳其越不利 所以打到後面是沒有垃圾兵了 有垃圾兵的話也只有漏馬 漏馬的話打這個級兵就打不贏 呃 遊俠也打不贏 打什麼都打不贏 這個馬公千萬多晚再送了 哇 那接下來沒黃金的土耳其 會怎麼打呢 這有點耐人尋味阿 這邊送中馬公過來 看到大量級兵過來要硬戳 但是後面有洛馬也在騷擾 有一些級兵過去要去救援家裡了 但級兵跟遊俠還有洛馬在前線 然後來做個正面壓制 但是家裡經濟其實有點慘阿 肉跟木頭的量子不夠多 很危險 能戳得上去嗎 去停頭時機能反制成功嗎 大量的戳 你再修到沒石頭了 斷死了 大量的級兵戳了上來 完蛋 哇 被駝馬公被戳到 基本上就要掰了耶 欸 不能這樣送阿 大哥 哎呀 雖然這邊也順利解掉了級兵 但是死了大概快十字的馬公阿 哇 這十字馬公很傷喔 那這邊級兵已經算是做到 立大公的一個狀況了 但是這邊城堡掉了 塑膠打出繼續了 那我就有點像阿 因為已經沒有金礦了 拖了七你要怎麼打 拖了七沒金 我真的想不到怎麼打 你要出閃兵跟對方打嗎 不可能吧 你要出斗粒跟他互戳嗎 不可能吧 而且肉也要見底啦 哇 那個出肉馬也意義不太大 這邊有更多的肉馬過來騷擾 但是農田裡有一些疾病在防守 最後邊就算幾乎出肉馬過去 也沒辦法吃到太多便宜 哇 正面的話也打不贏 土耳其經濟上有點慘 除了慘之外 又節節敗退 巨頭也拆出 城堡也被拆爆 即使拿到了四個漁港 也要輸這場比賽了嗎 藍克 目前還有一些經濟 黃金上還有三百多金 這一塊金要挖完了 還有四百金 那黃金庫存的話 大約還有五百 五百的黃金量 那加上大吉兵 跟青吉兵肉馬 給過期的壓力非常非常大 好 那終於要來到斷金的時刻了 這邊已經瘋狂賣木頭了 來換點黃金 十四黃金 十四黃金 哇 超級少 哇 花了這麼多黃金 卻打不贏法蘭克嗎 右邊這邊 還有幾隻 就是吉兵在這邊巡弱 等你 等這個肉馬 這邊已經standby了 好 但是這邊肉馬 這次數量更多一點 但我覺得這個已經不是燒了 不是重點了 重點是正面你要怎麼打 吐了其 哇 大吉兵過來戳 直接戳掉了蠻多的肉馬 哇靠 這個肉馬一直在蒸發 好 看到正面 正面這邊要過來燒了好嗎 這邊有雙城堡喔 這邊直接打會有危險 而且這邊巨頭在這裡 要不要先退一下 哇靠 有沒有看這邊 這邊只用了幾隻的吉兵 就守住剛剛那一圖的肉馬 哇 只剩下一隻肉馬 一直吉兵活著 好 看到正面 正面的話要直接硬上的樣子 好 直接馬蜂直接開打 跟這邊吉兵上的高地 現在吉兵有高打低的優勢 而且這邊有相當大的吉兵 抽到這個馬蜂 馬蜂的數量一直在減少 好 吉兵在繼續錯誤過來 有強的話也在補傷 吉兵也貼了過來 左邊的話有肉馬在打 好 肉馬加上這個吉兵 還有這個弱駝 三方不打 好 到這邊弱駝 也又是村民消失了 因為這邊吉兵是要偏大 啊 這邊三巨頭 直接拆掉城堡 城堡不休是因為沒石頭 沒石頭 沒黃金 沒資源 結結敗退 怎麼辦 已經殺到了市中心了 TC瘋狂收吞 但是巨頭還在後面 還在拆 三巨頭依舊存在 後面只要淹更多的肉馬 跟這個吉兵應該好像沒有太大問題了 看來也是要搞定不可惜了 巨頭再繼續砸 前線大肉馬扛著 肉馬扛著 請吉兵直接出來硬砍 但是這邊馬蜂又被打到了 馬蜂只要被遊俠或吉兵肉馬貼上的話 損失就會非常慘重 但這邊都需要肉馬的砍 但是肉馬的話 經濟傷都跟不上 直接打出了 哇 土耳其這邊經濟實在非常非常慘 我們來看一下他兩邊的經濟 好 我們先來講 前期土耳其這邊拿到四虎的經濟 魚肉量 是非常非常猛 來看一下 哇 食物上居然法蘭克 比他更猛啊 我的天 我們先來看城堡時代這段時期 來看一下土耳其的肉到底有多誇張 好 看一下 好 土耳其肉 欸 居然拿到四虎的量還沒有贏法蘭克啊 哇 法蘭克這個天生肉量就是比較神威就對了 沒想到沒有拿 一座虎都沒有拿的土耳其 啊 法蘭克居然 肉量還以拿到虎的土耳其啊 哇 太扯了太扯了 哇 這個法蘭克的肉量 只靠農田喔 就這樣子 節節攀射肉量 哇 好猛啊 真沒想到拿到四虎的土耳其 居然落敗了 法蘭克的基本底值 還是不錯 基本的經濟跟科技來說 並不差 所以打到後期 就算焦土戰的時候 也不會太落後於人 這就是一個 A10級跟A級文明該有的特性啊 整場看起來法蘭克沒什麼太大問題 問題就只是 問題就只是沒有拿虎 我覺得法蘭克有拿到一座虎或兩座虎的話 前期經濟會更誇張一點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